今天带大家看一下佛伦萨的一个花园吧 这个花园呢不算是特别典型的意大利园林 因为如果是很典型的话呢 那这个花园里面应该有一个高台 然后能俯瞰整个花园的这个景色 但是这个花园显然没有 不过大家能窥见到意大利园林的一些特色 在这里就比如说它非常的堆称 它没有什么花 然后呢它所有的植物呢 就几乎都是被修剪过的 然后做的这种像小迷宫的这种感觉 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雕像 但是由于这个园林这个花园啊 就是还是小家小户 所以你看喷泉啥的也都没有 就没有那么豪华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想看很有特色的这种意大利园林的话 可以伸出你们的小手手 我拉着你们的小手手 去带你们看大家打户的这个园林 是什么样的 不过你看这个花园呢 它也是非常的漂亮 因为现在是春天 花红柳绿 就是所有的搭配啊色彩都很好看 就是你会在这儿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下午 而且你看很多佛罗伦寨的市民也都来到这儿 不管是溜娃也好啊 溜狗也好啊 再是什么野餐也好啊 总之 这个地方是非常漂亮的 我是戴琳 我在佛罗伦萨等你哦 感谢观看 有趣的 夜景 马上